很高兴,他终于跟我说话了耶 他们叫你什么呢?叫你韩庚吗? 欧巴 欧巴什么意思啊? 欧巴,哥哥的意思 哥哥 嗯,那中国的歌迷也叫你哥哥吗? 没有,一般都叫,韩庚,韩庚,加油,我们支持你,先这样说 但韩国的歌迷呢,还有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 还有三等的歌迷,第一等呢,就比较闷的,在旁边 欧巴,欧巴,这样 我,苏静音有一个,说我是苏静音,这样 第二个呢? 韩语说的人那个骨头都酥了,我觉得 是吧,韩语 第二个阶段就说,欧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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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这么多年跟歌迷有很多挺有意思的故事哈 你说过这么多歌迷的礼物,最有意思的是什么? 是哪个?除了不算那口香糖了 那不算礼物 我最喜欢的礼物就是,从我出道,从刚刚开始,twins开始 从单面具,milk,you,这些,全部做成一个CD,从出道到现在的一个CD,还有照片 我看完之后,还有中国型的一些照片,还有跟我爸爸在一起,就和机场分离那些拍的那种视频做成一个碟 还拍的音乐 当时我看的时候,特别感人,当时就哭了 当时我看那CD我就哭了 我真的是 没有想,没有想说出道以后再去回想以前出道的时候 就是一步一个角落,你这样一直走,没有回想到,但是一看到那CD 很伤心 你跟你爸爸告别是第一次去韩国那时候吗? 那是我出道以后第一次回中国 回来以后再走的时候 对,再走的时候 哇,这是很有意义的礼物 我知道有歌迷送过你一条红色内裤 是谁送的,巨手 是韩国歌迷送的 又是韩国歌迷 当时也是我在,从公司回来 革命拿一盒子 哥哥,这是给你的礼物 说你猜看吧 我说那行,我猜,猜看一看 然后他拎出来,红那个 我当时有声音 马上盖了盖了 我说谢谢 但是脸很红 旁边还有一个阿姨在旁边说推车 这样,还看我一眼 到时我觉得太丢了 那内裤怎么办呢? 现在还在我的叔叔里收藏 不敢再穿 没秀你的名字什么吧? 写了我的名字 左边那是SG 右边那是韩根 丢不了,保证丢不了 太有意思了 他用有红的 还有一个好像是绿颜色的 一个是一个四角的 一个是三角的 那个绿颜色呢 是三角的 他也是写的名字 但不是在旁边的 是在屁股这边 写了我的拼音的 大写拼音的前面这样 HG 一边一个 我说这回好了 这输舍的内裤我丢不了 太可爱了 除了在韩国啊 韩国有越来越多的歌迷 在中国 你们 越来越多的人 在喜欢韩根 所以有一天 当我们发现网上 全部都是歌迷说 你们必须要采访韩根 必须要采访韩根 我们突然意识到 有一个中国的演员 在国外 打出自己一帆天地 这是我觉得 挺了不起的事情 因为 有很多的中国艺人 开始在海外 寻求更大的市场 但是能够真正走进 另外一个国家的 主流市场的 其实不多 韩根算是一个 这是一个挺值得 我们高兴的一个故事 带着她 拍了她 拍了她 然后接着 我看到 我对她拍了 她得跟我握手 韩庚出道的时候 他一直在用汉语拼音跟中国的泛籍交流 然后有一次他在自己的伯伯上那边说像个家一样 我们就当时很感动 于是大家就想用自己的力量 然后去给他买一台属于他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那天晚上我们就是上网去看 然后看到韩庚给我们留言说细节中国的泛 然后就是给他买一台笔记本电脑 我们当时看了很感动 韩庚在我们心目中是善良的 是个很优秀的人 我们会永远地支持他 然后希望他在韩国能够发展得更好 然后做一个很杰出的一个艺人 韩庚加油 2006年韩国最大综合网站 奈何年度搜索排名前十名中 Super Junior以唯一的歌手身份上罢 紧罗密鼓的通告和行程 随着Super Junior直线上市的人气 显得瑜伽繁忙 2006年6月17日 Super Junior抵到上海 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晚会 原本安排的总空地毯 因为fans过于狂热 为避免安全问题被迫取消 组合首张专辑第二出大曲 《蜜蜜口》连续五周 蝉联泰国Channel Week International Side的五周冠军 或海外榜联度亚军 2007年1月 Super Junior又代表韩国 相继参加了日本和泰国的延长会 而韩庚个人又成为SM公司 2006年度在中国的选秀活动中 单身评委 他的人气节节攀升 每次回到国内的感觉什么样 回家的感觉 每次回来 下到 从飞机上下来之后 空气就不一样 完全是家 清新的空气 我说终于到百江了 现在去韩国旅游的中国人是很多的 人家都知道的话会跟到你那去的 现在歌迷已经知道那个地儿了 真的 现在那个地儿的生意很好 谢谢 现在那个老板呢 每次我去的时候 大部分就是冬至啊 立春啊 就过节的时候去 老板说 多亏你了 我说生意越来越好 今天随便吃 我说谢谢 我今天就吃饺子了 哇 哎我看你们的发型老师要变呢 是每一个专辑的风格都不一样 所以这首歌的风格是什么样 所以我的头发就变 还有服装也得变 你头发都染过什么颜色 染过黄黄白银 颜色的还有黑色 我很喜欢黑色的头发 本来不就是黑的吗 是啊 所以这次专辑我又是给举回来了 举上黑的 每次回到国内的感觉是什么样 回家的感觉 每次回来 下到 从飞机上下来之后 空气就不一样了 完全是家里清新的空气 往上终于到百千了 哎你要在韩国想吃中国饭了怎么办 我们专门有一个地方 在我出道之前的时候 我就发现那一个地方 很小一个地方 那个房间就一个房间 有五个桌子 我每次都在最里边那个桌子 一直到现在 我说有时候我想吃中国餐 去吃羊肉串 我就去那个地方去吃 那还有羊肉串呢 可以啊 羊肉串全是东北的 那些食品 全是 现在去韩国旅游的中国人是很多的 对 人家都知道的话会跟到你那去的 现在歌迷已经知道那个地儿了 哦真的 现在那个地儿了 现在生意很好 谢谢 现在那个老板呢 每次我去的时候 大部分就是 冬至啊 立春啊 就过节的时候去 老板说 多亏你了 我生意越来越好 今天随便吃 我说谢谢啊 我今天 就吃饺子 你会要控制自己饮食吗 我不随 所以我什么都可以 说在韩国的也一样 他们觉得你太瘦了 我啊 行这个呢 是那个老板的也瘦我 这韩国的小的胃也太不争气了 吃多少也不胖 这多幸福啊 这是好事 其实我吃什么 不会去找肉 因为你的 你的运动量已经很大了 跳舞啊什么消耗是很大的 我吃的很多 确实吃的很多 你自己会做什么菜 拿手好菜是什么 北京烤鸭 炒饭 北京炒饭 嗨 就是蛋炒饭呗 这个因为是我一个韩语的发音问题 搞出来笑话 因为我跟 有一次我是练习完了 半夜 太饿了 说也没有东西吃的 所以我就从冰箱里找 看有没有东西我可以做 只有鸡蛋 冲 所以我就 只有鸡蛋和葱 所以就 一看那个 那个饭锅里还有米饭 我说那我就炒饭吧 我就蛋炒饭 韩语呢 应该说是 不跟吧 那我的发音也不准 所以就 他们听说 不跟吧 不跟吧 就是北京炒饭 北京饭 好多成员都说 真好吃 我说什么饭 他说 不跟吧 北京饭 从那以后就开始慢慢一直传到 北京饭 再过几百年之后 韩国人都说要吃北京炒饭 就从韩庚这误传出去的 其实就是蛋炒饭而已 其实我做饭很好吃 会做红烧鱼 豆角 排骨顿豆角 东北菜 大部分都是东北菜 因为我 从北京自己生活之后 留了五百块钱 我又去到深圳 去到深圳买了火车票 都是一旧 一百块钱不到了 到了下了火车之后 还被公安局给扣了 为啥 没有通行证 当时呢 我做的那个 被扣了之后 给我关了一个像 像笼子里的 好多全是打工的那些民工 就跟我一起在一起 当时我还 穿衣袜挺整齐 马上就看那些 那些 公安人员在那儿 坐在打扑克 我还跟他说 我说我朋友马上过来 给我拿通行证 也不说话 到时候还是朋友 给我接过去的 差点给我送个关外 就剩一百块钱 太可怜了 真是的 所以到了深圳 深圳市歌舞团的时候 和朋友 就一起在家里做饭 全是自己做的 所以从那开始慢慢的 又熟悉的做饭 现在里面上还会做 但已经好久没做了吧 对 因为有保姆和阿姨 去给我做饭 所以就不做了